尽管报税季已经过去了 但是不少纳税人还是需要帮助 因此美国的国税局宣布 全美各地多处纳税人的协助中心 将会在5月14号周六开放 提供面对面的帮助 国税局此次举办的特殊服务日 于本周六的上午9点至下午4点开始进行 如需有税务问题的咨询 您可以无需预约 直接来到国税局开放的任何一个办公地点进行咨询 民众可以登入IRS.gov上 联系您当地的国税局办事处网页 该列表列出了所有纳税人协助中心特殊活动 以及正常办公时间 许多人利用周六活动来咨询国税局身份保护服务 或索取个人报税识别号码 退税或付款方式等更新 纳税人可以通过支票汇款付款 在这些活动期间国税局不接受现金 本周六的特殊活动将提供外语翻译 国税局的工作人员还有首语翻译服务 为师聪听力障碍人士安排日后的预约 国税局同是鼓励每个纳税人 在去协助中心之前先访问国税局的官方网站 因为上面提供了许多安全可靠便捷的在线资源 希望每个纳税人可以充分利用服务时间 因为特殊周六工作时间不需要预约 所以等待的时间也可能比平时要长 所以要做好相应的计划并做好准备 如果您计划前往 请携带以下身份信息 带有照片的ID 社安卡和任何收到国税局的信件 与局通知的相关文件 当前的地址 以及用于缴款或退款的收款银行账户 中天中望 真理报道